印度作为全球范围内第二大的人口国家 大约拥有13亿之多的人口 但是经济制造业却是该国的转类 根据了解 印度的GDP为2.7万亿美元 可是人均GDP却只有2016美元 同时本国的工业水平也十分落后 为此常年依靠从别国引进武器装备 来满足需求 要知道 印度的军队官兵数量大约在130万左右 国防预算大约在460亿美元左右 而且麾下不乏有一些先进的装备 比如说C17运输机 阵风战机 布拉莫斯导弹等等 然而 这些装备却并非印度本国自主研发 军事借助别国之手搞定 即便如此 依旧让该国扬言 本国实力达到全球第三的水准 此外 印度阅兵仪式上 最常见的当属数十名官兵共骑一辆摩托车的场景 虽然这一表演项目在外界看来却十分搞笑 但是 在印度看来 不仅是实力强大的象征 同时 也结合了本国地形地貌量身打造 按照印度的初衷 如果战争来临 摩托化步兵能发挥巨大的战斗力 可是 熟悉印度地貌的都清楚 印度南部是德干高原和海岸平原 北部是山路地区 原本以为印度的摩托化步兵 主要是用于高原地区 然而印度的平原面积 占据总面积的40% 山地只占25% 高原地区的海拔不超过1000米 而且交通十分便利 因此可以说 印度所谓的摩托化步兵 或许具备一定的战斗力 但是 在战场并不实用 反而还会成为 低军攻击的主要目标 可能在印度看来 如果发生战争 可以用一辆摩托 运送大约60名官兵 效率可能会大的提高 然而在外界看来 所谓的摩托化步兵 对于印度而言 或许在战争中 拥有极高的战斗力 而且也具备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 真正的实用性很低 可以说 这仅仅是印度的 一厢情愿而已 膨胀的自信心 让其有点过度自信 认为本国的任何领域 均具备一定的实力 似乎已经忘记 此前该国空军 因衰机而出名 而且 只要是经过 斯坦航空公司维修的战机 均会发生事故 对此 印度依旧没有承认 本国实力不足 值得关注的是 随着印度成为 2021年至2022年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非常任理事国 让这个国家的自信心 更加膨胀 对于该国而言 顺利入选 似乎说明 本国实力 真的达到了全球第三 但是在外界眼中 印度不过是一个 落后的亚洲国家而已 因此 所谓的60名官兵 共用一辆摩托车 只不过 是一场闹剧而已 未经许可不过 未经许可不过 感谢观看